太子朱镖死后,朱元璋私立良久,最终将大明江山交给自己的长孙朱允文,为避免各地藩王起兵造反,朱元璋精心谋划多年,为自己孙子扫平了障碍,没想到建文帝登基后,将朱元璋的告诫抛在脑后,最终引火烧身,朱元璋精心布局,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乞讨出身的帝王,朱元璋的一生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, 没有长远眼光和杰出智慧,根本不可能在那个尔虞我诈的动乱年代尚未登地,但戎马一生,战无不胜的朱元璋却在晚年遇到一个难题,在朱元璋迈进花甲之年后,感觉到身体一天不如一天,所以将全部心血都放在儿子朱镖身上,他万万没想到,在自己65岁那年,发生了一件让他无法接受的事情,那一年的八月,秋高气爽,朱元璋正在准备买 马皇后十周年忌日,按理说,这件事本应让自己的敌长在朱镖操办,但是太子从洛阳回到南京后就生了一场大病,正躺在东宫养殿,祭奠马皇后的事情就落在朱元璋身上,朱元璋正在处理各项事宜的时候,东宫突然传出太子病死的消息,他在朱镖葬礼上痛哭流涕,但终究无法改变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一事实, 处理好太子丧事后,朱元璋立刻开始考虑储君事宜,毕竟自己年事已高,随时都可能撒手人寰,可朱元璋环顾身边一周,却顿时犯了难,当年刚打下大明江山的时候,为了巩固朱家的军事力量,便将儿子们派到全国各地守江御敌, 正如他所构想的,长在朱镖即位坐守中原,其他儿子保护各处封地,理想很丰满,现实很残酷,现在朱镖一死,朱元璋发现自己身边竟没有一个值得托付之人,再加上自己分派出去的儿子们没一个擅长,他们在军营中养出一身力气,都是争强斗狠的主,无论让哪一个登基继位,肯定会将其他几位藩王赶紧杀绝,在纠结之际, 他看到了年仅十五岁,正值朝气蓬勃,意气风发的皇孙朱允文,历史上也有太子暴毙,让皇太孙继位的先例,既然名正言是,朱元璋便大手一挥,封朱允文为皇太孙,准备培养他为下一代储君,朱元璋之所以做这一决定,一是向几个儿子表明自己的态度,你们几个不要再争了,皇帝之位是不可能传给你们的,二是看中了朱允文性格不喜争斗, 对权力欲望没那么大的性格,而且他自小在京城中长大,一身书生气,不像自己那几个子整天要打要杀,在朱元璋立朱允文为皇太孙的时候, 还一度引发朝堂内外一番争议,也为朱镖元璋常世所生的是长宰朱雄英和三子朱允通,按理说朱雄英年少暴毙后,也应该立朱允通为皇太孙,如果翻看史书,我们便能寻出一些蛛丝马迹,朱允通的母亲常世关系网非常庞大,也为他的父亲是明朝开国名将常玉春,他舅舅名气也不小,是明朝另一位大将蓝玉, 朱允通的身份背景非常深厚,背后有外祖父长家撑腰,还有老旧蓝玉坐镇,既然朱允通背景深厚,出身又正,为什么最后朱元璋选择朱隐文? 而非他,朱元璋四张底牌,岂是稍加思索便能得出答案,因为选储君的人士朱元璋自从他称帝之后,为了防止权力旁落,让自己二十几个儿子全部去边境掌权,朱元璋宁可承担周朝和汉朱分析, 分封制的弊端,也要把权力握在朱家手中,他怎么可能选一个被两大外籍势力包围的朱允通?果不其然,在朱允文被列为下一代储君的第二年,朱元璋就启动了震惊朝野的蓝玉案,这是朱元璋第一次为朱允文展示什么是帝王雷霆手的,他先是悄悄调查收集蓝玉一系的犯罪证据,然后借锦衣卫之口举报其罪行,在蓝玉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,将其捉拿归案, 在慢慢审问调查,将其好友全部捉拿归案,从文臣武将到远亲近期,还有蓝玉身边的大小将领,一共杀了一万五千多人,这一杀彻底断绝了朱允通的征帝之路,也为朱允文的称帝之路扫平了障碍。 朱元璋看似杀起人来,雷厉风行,经常搞得满城风雨,人人自危,但这些都是私下里不拘已久,在行动之前不动声色,等到出手时便是迅如闪电,丝毫不给对手反抗的机会,可惜祖父朱元璋的这次精彩操作。 朱允文只学的皮毛,并未将其精髓看透,虽然朱允文没学会,但朱元璋这次杀伐震慑住了他那几个蠢蠢欲动的儿子们,无论是北方的燕王朱棣,还是善于计谋的宁王朱全,都不再对立皇孙为储多说什么,直到朱元璋去世,他们都老老实实待在自己封地,根本不敢有任何忤逆动作。 就这样过了八年,在洪武三十一年春天,朱元璋感觉大陷将至,把朱允文叫到身边,询问他日后如何应对纷封在各地的藩王叔叔,朱允文也知道这是他即将面临的最大难题。 现在有祖父坐镇京城,没人敢站出来反对自己,但是祖父一死,那些手握大军的叔叔怎么可能安居抑郁,于是他思索一番,对祖父朱元璋说,第一步, 我将用德行来安抚他们的心,用理智法度来规范他们的行为,朱元璋反问,他们不理会你的礼节,强行为难你呢? 朱允文表示自己可以削减他们的封地,如果依旧知错不改,那就废除他们的职位,朱元璋满一地点点头,随后又继续问他,如果他们不听掉钱,那又该如何? 朱允文故作痛苦道,若他们一意孤行,那只能出兵讨伐他们。 听到朱允文的应对之策,朱元璋感觉自己这些年的悉心教导没有白费,没错,朱允文所说的这四部底牌正是朱元璋这些年苦心孤意谋划的结果。 朱元璋也知道分封制的弊端,一旦处理不好,必然威胁皇权,所以他这些年一直维持着他这几个儿子之间的权力平衡,让他们之间互相制衡。 只要其中一个想造反,其他几个藩王必然出兵制约,在这种平衡之下,朱允文就能斡旋于他们之中,通过政治手段,不断削减各大藩王的力量。 但谁都没想到,朱允文在登基后,将这四张底牌抛制脑后,最后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,建文帝一错再错,朱元璋去世后,朱允文登基,在举办朱元璋葬礼这样的大事上。 朱允文应该拿出第一张底牌,以礼扶之,比如主动下诏,让各地藩王入京参与朱元璋的葬礼。 可能朱允文害怕自己这些藩王叔叔,竟然下令禁止所有藩王入京,并且埋葬后,也不准他们前来调研。 按理说,先帝去世,这是拉拢人心的时候,但建文帝这一行为彻底含了所有藩王的心,所以第一张底牌直接作废,不等其他藩王有所动作,建文帝自己主动站到了所有叔父的对立面。 本以为这一步棋已经够臭了,没想到建文帝登基后不到两个月,又搞出一番骚操作。 自己的堂弟朱友训壮告父亲周王有谋反计划,建文帝想都不想,直接派兵将周王诸素抓拿归案,然后流放云南。 虽然此次行动非常干净利落,也对其他藩王起到了震慑作用,但朱肖实力并不强,而且很少领兵打仗,在藩王中根本没什么实力, 看似是敲山镇虎,其实是打草惊蛇,可能建文帝尝到薛藩的甜头,也体会到了掌握他人生死的权力,所以他开始更加频繁制裁藩王,自他登基后的短短一年内,他先后剥夺了五位藩王的职位,其中湘王不堪其辱。 直接自杀了,除此之外,他还派兵将燕王朱棣列为下一位制裁对象,这时候建文帝的第二,三张底牌也没用,直接出最后一张出兵讨伐,在朝内部分臣子的鼓吹下。 建文帝纠集大军,准备一举拿下燕王朱棣,三番五次的薛藩,让朱棣苦不堪言,在看到前面五位兄弟的下场后,他决定起兵造反,之前燕王一直不敢有造反之心,是因为他背后还有一个宁王看着呢,宁王封帝在北方大宁,也就是现在的内蒙赤锋。 如果燕王骑兵南下,那宁王必然率兵南下攻打燕王北平,但是好巧不巧,宁王在这时候也被制裁了,被剥夺军权,每日无所事事,于是燕王朱棣堵了一把大的,让儿子朱高尺死守北平,自己率大军北上攻打宁王。 因为宁王被夺权,所以没怎么抵抗,就被朱棣收服了,宁王一看自己落的这样的下场,于是便接受朱棣抛来的橄榄枝,打算推翻建文帝的统治,燕王,宁王作为当时实力最为强盛的两大藩王,两人合体后,朵延三位都心甘情愿为朱棣所用。 于是燕宁两路大军大举南下,一路摧阔拉朽,直接打尽了大明京都金陵,而建文帝见状如此,一把大火烧了宫殿,人也不知所踪,建文帝朱允文明明握一手好牌,却因为自己的傲慢,毁掉了祖父朱元璋的惊心布局。 他又急于削翻,将四张底牌尽数废弃,如果他循序渐进,也不至于成为短命皇帝,所以做任何事情,都要有最够的耐心,切不可急于求成。